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除了这些经典的医书和药材之外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宝贵的资源 那是什么 人才 说得太对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探望的这位国宝级中医专家 他就是我们天津的百岁国医阮士仪老先生 从神农市变长百草到如今常见的汤记药丸 在数千年同疾病抗争的过程中 中华先祖们从经验中凝练出的智慧 慢慢发展成了如今的中国医药 那些古籍经典中留存的理论和药方 很可能就是存储着能够治愈完正恶极的生存密码 世纪老人阮士仪出生于1917年 今年已经100岁高龄 投身中医中药事业一辈子的他 如今依旧保持着每天研读经典 思考医理的习惯 学而不学这往 失而不学这淡 好的医生 他一定是能够思想能够变化 从我对中医有一定的认识以后 我就定了四个字 尊古创新 近几年他经常让我带他上图书大厦买书 他一般是看中药的现代药理 而不是说这是一个清热解毒药 但是经过现代的一个研究 发现这个不但是清热解毒 他还对可能是对心脏有好处 或者是对降血脂有好处 或者对抗衰老有好处 他就是特别注意这方面资料的查询 学冠中西善于总结的阮氏仪老先生 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七十余年 是中国现代中医医院的奠基人 也是中西医结合领域的开拓者 他重视脾肾二丧的社护调治 以心血管病老年病为主要研究领域 同时研发了一批疗效肯定安全可靠的中药之技 他在95岁高龄时仍坚持出门诊 迄今为止仍保持着为在校医学研究生 讲授经典讲解病例的传承 强心力量 获取医治的治疗心脏病 就所有心脏病 心酸 第二个方法 2014年阮世仪与其余29位全国范围内临选出来的 德高望重 医术精湛的名医名家们一起 被授予国医大师的称海 现在的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分为南北两个院区 总建筑面积约26万平方米 是一所拥有超过2300名员工 设置了54个临床和技术科室 103个专病门诊 开放床位2500张的三级甲等医院 院内的老年病科室门庭若市 患有高血压 冠心病 骨质疏松等病症的老人来来往往 这家医院的成长 与阮氏仪当年的努力密不可分 这个科室的出现 更是体现了阮氏仪当年的高瞻远瞩 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国策执行以后 当时阮氏仪教授已经70岁的高龄了 他敏锐地看到了这个 异孩化政策以后 面临着一个老人增多的问题 老年心血管疾病 老年的呼吸系统疾病 包括老年的脑血管疾病比较多一点 阮氏仪就积极推动了 从心血管科的大科 分化 这是出来了心血管科跟老年病科 所以他是老年病科 在这个分化里面的一个奠基人格壮士 现在来看伊菲安 因为有个老年病科 所以他在老年医学这一块 后期的发展 石院长 韩院长做的痴呆的研究 包括后期做的老年骨质疏松的研究 在这个学科上面 看来他起了一个引领作用 跟推动电击作用 1917年 阮氏仪出生于河北省丰南县 叔祖父是当地一名中医郎中 父亲经营一家中药铺 幼年在药铺帮忙时 学会汤头割绝 是他对中医最初的记忆 1938年 本着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初衷 阮氏仪考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 入学一年以后 他发现当时的自己和同学们的身体 都不够强健 时值抗日战争时期 阮氏仪内心暗自生疑 如果正值庙龄的青年学生 都没有坚实的身体 未来又能如何帮助国家 抵御外墙的入侵 胜任各自的工作呢 思虑过后 阮氏仪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他在第二年 气功从医重新考取了北京大学的医学院 开始系统地学习西医 那时候是四年毕业 四年毕业 我感觉学的不够 另外就留到学校里头 那个时候我们也叫研究生 实际上就是个住院大夫 上了两年 1946年 阮氏仪先生来到天津铁路医院 从事西医内科临床工作 起初他在精通内科 心脏科的协和名医 变万年手下任职 受益颇多 后来变万年选择了出国 阮氏仪也在不久后 从单纯面对业内职工的铁路医院 调转至面向社会 行医范围更广的地方医院 然而地方医院的硬件条件 却让他成目结舌 那个时候 旧社会的病人都上来了 尤其这个心脏病的 这个病人特别多 当时啊 一点办法都没有 没 刚刚解放嘛 就是药也不全 国民党他也不怎么建设医院 医院也没有什么器械 我对这些个病人呢 非常着急 治不好 没有办法 眼看着病人往停止方态 我当时就这个思想就有变化了 我说我当这个习医 干了十几年了 我没有这个做出什么成绩 也没有给什么病人 解决的问题 我说你这种大夫 你没有意思 当时我就想改行 也许是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的吸引 或者只是历史机遇的巧合 1954年 党中央提出了 发掘中医中药的号召 天津市开始筹建第一家中医院 已经当了十余年西医大夫的阮世仪 迎来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转行 我那个时候还也有意 因为我对中医还没有认识 没有神科的认识 就是又考虑了一个阶段 到1945年的12月份的时候 我就定下来了 我说我去 我一定要去的 这个时候 卫生区下调令 就被我调的这个 新城里的这个中医医院 这所天津市市里中医院 就是天津中医医副院的前身 当时的中医院 与其说是医院 不如说只是召集了 社会上单独开业 不同门派的中医师们 让他们聚集在一处问诊的一个场所 完全没有形成 现在现代的医院管理制度和模式 人员 设备 管制制度 几乎处处是难题 开挂牌三个月了 给了十个护士 这个护士都是当年毕业的小孩 十六七岁的小孩 他都没有镜头的 没有护士长 也没有一个有经验的人 他们整天干什么呢 整天做卫生 面对毫无潜力可循的 中医院建院问题 身为临床经验丰富的高年子医生 阮世仪肩负起了这项重任 既要为制定管理制度出谋划策 又要担负起许多一线员工的责任 叔叔爷的时候 抓不进去 还得找我去 还抓住我去 倒了倒不了 女孩子们不愿意倒 也得找我去 也得找我去倒 除了那个时候 我是大夫 化验 护士 通向成功之路 鲜少留有捷径 从西医改行中医的阮世仪 一面忙于师从优秀的老中医 在门诊中学习中医诊治的理论和经验 一面精心应对着自身工作和建院事宜 因此也常常疏于照顾家庭和子女 他又是从西医院调来的 所以一般急救啊什么的都找他 夜里来了以后呢 就是一敲门那时候 通信也没那么好 就是交通也没那么便利 就是来人敲门 敲门以后呢 不管是阴天啊 下雨啊 下雪啊 不管什么 就是反正一句怨言也没有 跟着骑着车呢 就上 就跟着上医院 有的时候呢 完事如果早 还可以回家休息一会儿 如果要是太晚了 就直接第二天就上班 就连着上班去了 通脉养心丸 这几畅销至今已经38年 用于治疗冠心病 心脚痛和心脏疾病的中程药 是阮氏仪钻研多年的成果之一 作为我国中西医结合发展的见证人 阮氏仪也是中程药第一次开发的引领者 20世纪60年代 在当时天津明医董小初的带领下 他们根据张仲景的古方 炙甘草汤 研制了一种益气养阴的丸药 取名六五腰丸 按照《伤寒论》中 关于炙甘草汤的歌谣 旨在益气滋阴通阳覆卖 70年代初 已经脱产参加过两年 中医研究班专业学习的阮氏仪 系统的补充了中医理论 揭手了进一步研究六五腰丸的工程 当时我接的时候是 那里头是药膜粘一半 蜜粘一半 根本没有效果 我当主任以后 我都重新组织了一个小组 组织了六个人 我说他们六个人 在门前跟病房 同时把这个心血管的这个病身 立掉这个特殊的一个表 你要碰到这种病身 都添着表 对中医精髓的研习 和之前十几年西医临床经验 让阮氏仪在研发中程药的过程中 不再局限于只研究古方 而是采用了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 在七年的时间里 他和他的团队 在改良了六五腰丸的成分和剂型后 首次将中药用于动物实验中 并对所做成的药剂进行了独立检测 此后还收集了270个病例 以验证和补充临床疗效 我要做科学检订 科研检订 是在这79年79年的12月份 就做了这个科学检订 当时终于成立了以后 终于而且要做科研实验 那是过去根本没有的事情都是 1979年 阮世仪先生把这个改良之后 药效更加针对胸壁 也就是西医中冠心病的最终配方 交付制药厂 以通卖养心丸的名字正式投产 38年来深受患者认可 同时阮世仪还开发了8种 治疗心脏疾病和防衰老的院治剂 其中补肾抗衰片 使他自己坚持吃了20年的良药 从60年代起 阮世仪就提出运用中医药保护血管 干预动脉周样硬化发展的策略 创造性地提出了阮间散结法这一设想 倡导并组织了科学实验 并进行了系统的深入研究 现代医学证实 动脉周样硬化是冠心病 脑梗死 外周血管病的主要原因 西医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 软间散结法等于试图 用中医的精华解决现代科学的难题 说这软间散结是怎么讲的 这个多少受我原来学习的一点影响 因为你记得冠心病的话 那就是你的这个心脏的冠状血管 就是营养心脏的这个血管 它的血液必须得充足 当年对风湿性心脏病 包括增生性的一些细膜性疾病 解体组织病 那么当时根据中医的一些思路 软中提出一个软间散结法 来治疗增生性疾病 这里面软中有著名的四位软间丸 做了一些对动脉状硬化的增生 半磨的包括半块的增生 然后对风湿心脏病里面的半磨的保护 对于乳腺疾病包括关节一些增生 来做了一些临床观察跟实验研究 医院那些留下来的像我们乳腺科的乳脾丸 治疗乳腺增生的 还有治疗前列腺增生的这些药 还有什么乳核丸这些 那么在内科系统留下来的 就是我们当时做的一个叫思维软件方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里 是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 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 他长期从事中医心血管疾病 和临床的中医药基础研究 在中国中医药的科研 教学和临床领域 发挥着骨干作用 张伯里也是阮氏仪教授 在1979年所带的第一期研究生 就是我一定要拜袁老师 可是当时袁老师已经带了另一个学生了 一个老师只能带一个学生 我就是非袁老师不可 所以一直拖了几个月 最后没有办法了 破例允许袁十一主任带两位研究生 就是其中有一个就是本人 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一定要让袁老师带呢 因为袁老师在我脑子的印象中太好了 他一直是那么和蔼 一直是那么谦恭 一直是对病人 不管是对这个当干部的病人 还是对普通老百姓 都是那么和蔼可亲 特别是他对中医 既兼守了中医的一些个真谛 中医的一些个特点 同时又用现代科学来解释中医 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正符合我求学的目的 张伯里为期三年的研究生求学过程中 阮世仪一直要求他和学生们 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 即使学生与老师的想法有所出入 也不会仅凭为师者的威严 做出判断和裁决 我做的论文呢 老师给选的一个题是心理紊乱 可是当时呢 我就非常的迷恋这个中医的这个舌疹 他说既然你要定下来 我就指使你把它搞好 你要有困难呢 我来帮你 所以当时我特别感动 一个老师 现在我自己也带学生 所以如果学生不听老师的话 这老师首先是心里不高兴 但是我一旦做完了这个课题 老师给了很高的评价 老师说这个是我看到 严谨生最好的一篇论文 并且有独创性 他有人鼓励你 所以我觉得他的为人呢 博大的胸怀呀 值得我们学习 拥有多年的西医求学 和临床经验的阮氏仪 在教学中不仅注重 传授中医的经典理论 也更重视引领学生们 运用现代科研手段 解决各项难题 正因如此 他的学生们在海内外 生命科学的各个领域 都桌有见数 除了舌疹 袁老师支持我以外 在我整个现代科学道路上 启蒙人也是袁老师 我们做的第一个项目 就是远间散截的方药 抗动脉周氧硬化的研究 就是袁老师他的课题 而我作为他的学生 整个参加了课题的研究 如何造制备模型 如何进行动物实验 如何做同学处理 都是从这个实验中所得到的 作为我的研究生的生涯的 第一个现代研究 就从这个课题来 在阮世仪教授前期正式指导的13名研究生 和后来教授的近千名学生 医生当中 现任天津中医副院的副院长张军平 可能是与他关系最亲密的一位 与现在的师生关系不同 80年代的学生 常常在老师家中自由出入 聊天吃饭宛如家人 感情也自然如父子般亲厚 细胞培养我们就基本上吃住在实验室 这个过度劳累以后 有一个感冒 那时候病也比较重 重症肺炎 胸水 腹水 然后重症高血压 急性胜功衰 都有 在这过程中 那么第一个 研究生像一个父亲也那么关心 第二个 他做一个医学大家 他敏锐地观察到了好多 为什么这个多脏衰 发点这么快 这么凶险 最后他建议做鼓川 胸川 腹川 积极排出兵营 直到去年 每周三的晚上 张军平还会带领他的学生们 到阮世仪的家中听课 阮先生会根据大家提前准备好的问题清单备课 每周解决一到两个问题 虽然年纪大了 听力早不如以往 但阮先生的思维仍然清晰异常 也特别愿意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年轻人 2015年 阮世仪国医大师传承工作室成立 张军平任工作室负责人 他组织博士生以及临床医生 共同探讨和学习阮世仪先生开过的药方 分析阮先生的用药方法 传承阮先生的医术医德 90岁以来 渐渐减少了门诊工作的阮世仪 却仍比更不错 他先后在老年时报 家庭中药等报纸上 发表了60多篇科普文章 传授了疾病预防理念 着力推广着中医治胃病的概念 和养护身体的方法 而他自己保持着几十年如一日的规律作息 和食不言寝不语的生活传统 生活的简单而平静 饭后静坐 吃上一两颗核桃 是老人坚持了一辈子的特殊习惯 既是爱好也未见闹 他常说三句话 说是饮食有节 起居有常 劳逸结合 他就是他提倡的三句话 他自己也是特别注意 像什么 就是不太 就是不太好的东西吧 他就吃像熏制的 什么 腌制的 烧烤的这些东西 他就是爱吃 他也不吃 从来也不吃 已是四世同堂的阮老先生 早已到了寒疑孙孙的年 可是因为对于中医中药事宜的热爱 还有对于提升国民身体素质的阴切盼望 让他错过了太多儿孙辈的成长 在工作上投入的时间和实践 给了阮先生国一大师的肯定 能在世纪老人身边多聆听一些教诲 既是家人 也是学生们的特别 我从开始学医的时候 目的就是在全国人民的身体强壮的问题 除了大家这个将来 这个寿命都延长到100岁以上 阮爷爷对推动中医药事业执着的责任感和事业心 太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了 没错 而且你看这句话 饮食有节 起居有长 劳逸结合 这个健康诀窍我一定要记住 是的 我们也要学起来像阮爷爷一样健康长寿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Hello天津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拜拜